我们要在文本部件里显示这个小费的金额 这个文本的ID是TipAmount 这个小费金额我直接toolstream没有写点test 按了这个计算小费之后没有反应了 这里我们把45入的判断写上去 在预付条件里我们找到这个45入的按钮 如果这个按钮extract打开了我们就折行下面的45数运算 之前没有显示小费的原因是我们有写点test 以及没有将这个小费的计算复制给它 经过测试似乎可以哦 但是用户有可能什么都不输入的时候直接按键盘 这样就导致了App崩溃 我们可以在最底下的日志猫里查看 输入FatalException致命异常 提示NumberFormatException数字格式异常 提示MPStream空字浮串 因为用户没有输入任何数字 无法将空值的计算转化为Double 所以我们将ToDouble改成ToDoubleOrNo 没有值的情况下 Colin尝试限制No的使用 检查是否从No中退回 这里会报错 因为上面是有可能为空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在小费显示栏 如果用户没有输入任何值的情况下 显示0 在没有任何金额输入的情况下 按了按钮会显示0 且不会崩溃 我们使用Cell天花板表示向上取整 货币格式显示 货币格式显示 我们使用NumberFormat数字格式化 GetCurrency instance得到货币实力 将小费传进Format 同理我们要在小费显示文本栏 显示这个货币格式 使用GuestChain得到这个字符 前面的参数是地址 也就是我们这个文本的地址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上面的货币格式 待会参入格式符后就不会报错了 通过Ctrl加点击找到这个文本段 在文本里插入格式符 百分号S 这个S表示String 熟悉C语言的都明白这个意思 表示将货币格式插入到这里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显示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更改系统语言显示不同的货币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要修改这里的显示 删除这行的文本 使用tooth text 表示暂未复运行时不显示 刚才我们删除了所以这里不会显示 我们可以使用分析检查代码 我们选择这个文件本类 我们可以按照他这个提示自动修改 我们看到了这里有几处代码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个韩式 把它们包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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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